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山海经》中记载 有一种犀牛长有三只脚 一脚在头顶一脚在额头一脚在鼻尖 其中顶脚右脚通天息里面有一条白线贯通首尾 通向大脑视为灵异之物故称灵犀 心有灵犀一点通 就是由此而来指心灵沟通 引起情感共鸣彼此心灵神会 需要强调 三脚灵犀是神兽跟龙麒麟一样 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自然界只有印度的独角犀牛 和非洲的双脚犀牛 该成语传承到今天早已不再局限于情感 而更多用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默契 却以为也许用在幼教更合适 当今的父母普遍信仰 再穷不能穷 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因此在子女教育方面很下功夫 这倒也是人之常情 无可厚非 只是过于固执己见 一厢情愿 就恐怕会弄巧成桌 欲速则不达 其实这里很大程度上是攀比效应 面子工程 一 所谓攀比效应就是 别人家孩子有的我们必须有 别人家孩子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根本不顾家庭实力 二 所谓面子工程就是 买最贵的 用最好的 把孩子用名牌里里外外彻底包裹起来 最典型的现象是 一 无论男孩女孩 无论孩子愿否一律去学钢琴 二 无论语言能力 无论生存技能 一律送出国外 人生天赋不尽相同 正所谓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合理的投资应当放在最有潜力的那只股票上 成与心有灵犀所启示的事 人才应是培育出来的 不是橡皮你捏出来的 在这儿的机会中